香料爆出美味的基础 接着豆干下锅 焖煮的是充满爱心的味道 就读高职餐饮科的美珍 向母亲借了钱 买来豆干和香料 要用烹饪专长做好事 我一开始以为很简单 但后来发现去买食材 然后提上楼很辛苦 但是想到可以帮助人 我还是没有放弃 因为事工上人说有心就不难 心中有上人的法美珍突破困难 欢喜滋养他16岁的心 认识慈济约在7年前 当时来自越南的母亲 独自抚养孩子 亲子间常有摩擦 我们是从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陪伴他们 他们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那都在家里做奶瓶刷的代工工作 志工陪伴他们参加亲子班多年 如今的美珍懂事又贴心 这次主动贡献自己的烹饪良能 让母亲好骄傲 我觉得他这样子很棒 他有爱心很棒 古提种子在一家人心中发芽茁壮 美珍把握机会手心向下 也用实际行动展现实际的美与善 大爱新闻 珍山本志工陈若珍杨秋展高雄报道